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大山里面 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农房 今天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海拔还比较高 将近800米左右 到冬天的时候啊 挺冷的 每年几乎都下很厚的积雪 实际上去年年前我就想来的 但是这边呢 路不好走啊 下雪了之后 所以呢 一直是推迟 到了大概这个时候 才过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边的反景还是挺不错的 那就随着石头的镜头 带你们一起来看一下 朋友们 你们认识这是什么花吗 还挺好看的 就在村口的位置 这一大片都是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马路呢 就是近村的道路 宽六米左右 都是水泥路面 还挺好走的 上山的路 有一段是弯弯曲曲的 小车车进来都是没什么压力 整个村子大概有三十多富人家 现在我的车就停在村口的位置 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 刚好就在我车子的背后 这是一栋木房子 闲置了多年 实际上 这个寨子几乎是建在山顶之上了 到冬天的时候 这边的积雪是非常厚的 整个村子给人的感觉呢 非常的安静 待了会儿 随处可听见一些鸟叫声 还有鸡鸭 还有狗的叫声 典型的农村田园 那种风格吧 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还种的有稻田 玉米 就没有其他的一些经济作物了 实际上 这栋房子是可以开到 苑拔的 苑拔没多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将近也就 四五十个平方左右吧 这栋房子建好了之后啊 主人家呢 就搬去城里面了 几乎这栋房子是 没有住过 可看 这边的厢房 也是随着房子建好了之后呢 就闲置在这边 几乎还没有做完装修呢 厢房是砖结构的 这边是三开间的木房子 我要说的是 这栋房子的门口 是一处将近一某的鱼塘 反境非常的好 这也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 整个村子呢 它的背后有两三户人家 它的对面呢 有二十多户人家 看 这栋鱼塘的水 还是比较粉浊 说明里面的鱼 应该是挺多的 那边就是 老乡的房子 在那底下呢 就是一大片的稻田 我们现在近距离的 来看一下这栋房子 这是典型的苗族建筑风格 这栋房子因为建的时间没有多久 所以它的楼层高度是比较高的 和我们家的那栋房子相差不多 基本上二楼适当的装修是可以入住的 二楼啊 楼板全部都没有铺好 但是楼枕呢 已经全部做好了 这是一栋新房啊 建成这个样子就闲置在这里 一直呢 是没有居住 房屋的两边 没有装木墙板的 全部都是砖结构的 把它封起来 对于木房子的立柱呢 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我们可以透过这边的窗户 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几乎是没什么装修 里面堆放的一些 杂物 二楼呢 三间都没有铺木地板的 实际上这栋房子装修出来 二楼是可以作为房间的 和我们家的那房子呢 是差不多的 现在农村里面的条件是越来越好 因为很多人都外出务工 每年也可以赚点钱 随着小孩子长大 农村的闲置的房子是越来越多 陆陆续续呢 都陪着孩子走进城里面去读书 有的呢就在城里面买了房子 安居了下来 像这户主人家呢也是一样的 房子差不多应该建到三分之二左右吧 他们家呢就搬到城里面去住了 这一住呢就住了很多年 就没想着再回来了 所以房子呢现在就是暂时这个样子 院门口呢也长满了杂草 这边呢做了一些花瓶柱的栏杆 底下就是这树鱼塘了 应该鱼塘可能也是他们家的 其实整个小村子景色还是非常美的 还有那种田园风吧 他们家的旁边呢还有一小块的空地 可以在这边呢挖出来整整菜 在后面呢有几户人家 这边是一个卫星间 所有的工作几乎都做了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 突然的这栋房子就闲置了下来 从这些立柱啊还有塞壁这些木板的颜色 看得出这栋房子最少 闲置的有七八年 可能接近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栋房子啊是通水通电的 我们来到了厢房的这个位置 发现啊厢房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空地 这边的水龙头不知道现在还有水吗 可能已经关了 这边喝的也都是山泉水 我们这边的吞口屋有个特点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中间堂屋的这块位置呢有六扇大门 平时进出开中间的两扇就可以了 当然旁边的这四扇呢也是可以打开的 比如说有些洗室了要把整个大门全部打开 可以把这些大门拆下来 两边的房间呢可以从侧门进入 这边有一道小门的 这边呢也有一道小门的 平时还挺方便的 像我们村呢没有一栋吞口屋 因为我们那边呢比较靠近城里面 周边的大山呢比较少 所以吞口屋是没有看到 像我今天所来到的这个地方呢 它因为是建在大山里面 老祖宗流传下了一句话 山越大房子呢建的就是要有吞口屋那样子 可能寓意的是什么含义呢 我不知道视频前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懂得 可能老祖宗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我走了很多大山里面的一些地方 一些木房子建的都是吞口屋 可能还是有寓意的 那这栋房子呢 靠近附近的乡镇集市有三公里 距离我们这边的县城呢有二十公里 交通也是挺便利的 这栋房子如果要住人 还要适当的装修 装修下来的话 以我的估算大概需要最少 可能五六万块钱左右吧 买一些板子把二楼的楼板全部铺好 还有一楼呢还要做一些隔断墙 做出一些房间五六万块钱左右 还是需要的 包括这边的厨房 只是建好了主体 里面的地面也没有硬化的 所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 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一直流着水的 感觉平时这边的水还比较大呢 不知道这个位置是否也有鱼啊 感觉还挺深的 有的时候我发现啊 山里面的水越高 它的水位好像也越高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 将近八百米的海拔 但是它这边的水源就是这么丰富 门前呢有一条小溪的 水流还挺大 这边已经修了一个沟渠 平时可能灌溉都用这边的水吧 看房子就在这条小溪的旁边 这也是一处苗寨 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这边的木房子很少 大部分都是两层半的小圆楼 房子都盖的挺好的 说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还是挺不错的 刚刚和村里面的一些大叔交谈 他们说这条小溪 常年不干都有水的 这两天山里面涨水 所以有点坟浊 小溪里面的鱼还挺多的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 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 它的背后呢 是有几户人家 但是呢 并不影响它的视线 在最前面 所以站在这栋房子的院吧 就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 还有对面的房子 视野还是挺不错的 别看这么偏僻的一处寨子 但是这边的闲置房并不多 说明大家还是喜欢在山里面生活 那朋友们啊 我就想问你们 这样的一栋房子 如果让你在这边 居住 隐居下来 你愿意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是石头 喜欢的 请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